古天樂和孫圈林峰宣傳新戲 但就表示不會為電影唱主題曲 謝霆峰和欣子丹合演景飛片 最期待和宇宙最強演動作戲 杜汶澤、林寶儀出席影視展 齊惠ViuTV的新節目和劇集宣傳造劇 歡迎收看15分鐘熱度 我是Cole,文貴琪 最近網上盛傳謝霆峰和王妃已經分手 還說霆峰其實是跟楊蜜拍拖 不過霆峰日前受訪時 就表示跟王妃的感情非常好 而跟楊蜜已經很久不見了 他還強調不會因為這件事 而影響和王妃之間的感情 不過暫時沒有結婚打算 1、2、1 楊秀成旗下電影公司 這天在影視展舉行電影巡禮 大會播出短片 公布王子華將會開拍新戲播 這部電影厲害了 自從我20年前那部一元計保鏢之後 我人生真真正正的第二部 自編自演的電影 十多年前已經想拍攝 一直拍不成,為甚麼 因為找不到女主角 然後我很高興告訴大家 今年我找到了各位觀眾 劉森游小姐 大家好,我是劉森游 這次真的很安心可以剪這個角色 新作重包括由陳牧正側道 謝霆峰和欣子丹主演的警匪片 這天現身的霆峰都說 非常期待跟丹爺合作 我跟丹爺已經隔了14年 沒有拍戲,即是一起拍戲 會否跟丹爺有甚麼對打 我這場表演出現 也渴望的,一定會有 跟宇宙最強打,有壓力嗎 那當然有壓力 劉青雲就聯同李若彤 林峰等為新片造勢 青雲和李若彤相隔20多年 再演夫妻 李若彤還說當年不敢跟拍檔說話 平時是為何會在片場 不說話 像你這樣 有甚麼事,做事吧 對,做事,很認真、很專注 不會想其他事,只是在做事 有的,我經常想吃飯吃甚麼 所以在片場不敢跟他說話 因為以前跟他合作過 我當時也是這樣 而私底下…休息一會 甚麼時候說話 將人拍完 將人拍完後 最後兩天,在等待時 我才…好像我罵你說話 又不是的 不是嗎 對,相負相成 另外還有由黃秋生 和林佳欣主演 以及老公袁劍偉執導的身體 佳欣飾演身體殘障的角色 他透露拍攝前也做足準備功夫 這次的角色 他有很多身體外的局限 例如兩邊眼,一邊盲 有腳,另一邊盲 因為我那陣子在練習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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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帶女兒上學 也有十多分鐘的行程 所以我嘗試從家裡 一邊盲,一邊盲,上學 我女兒說,媽媽,你在玩甚麼 我在玩遊戲 她說她在玩 我們兩個就在那邊盲 一邊盲,回幼稚園 我看到家長,老師都說 你沒事吧 我就覺得成功了 因為連她們也會說 你為甚麼都做到 弄傷了 而蔡卓賢和韋英雄 周柏豪等出席電影巡禮之後 再次延伸新戲攝影展分享會 提到日前 阿薩媽駐男朋友石行衝出席 戰男文的生日派對 更被拍到十指禁扣離開 她透露男朋友 還未適應面對鏡頭 也不知道樓下有記者 你明白嗎 她突然走出來 難道我立即拚開她的手嗎 真的太過… 那又太過噁心了 那就沒辦法了 是… 但她一向都… 她圈外人不太習慣 會有人拍攝自己 尤其是有閃光燈 所以下次如果大家真的有不小心 剛好遇到 要拍攝的話 儘量關閃光燈 古天樂旗下的電影公司 今天公布多一套新作 當中怎笑得原班人馬主演的 經典劇集電影版 故事和宣萱 林峰、郭善妮、雪兒等齊齊現身 看見這麼齊人 古仔也覺得非常難得 比閃卡還要儲存 但會否雪兒是最難請的 因為她始終已經沒有拍攝 不是,跟我拍完《殺婆龍、貪龍》 有嗎 有… 她經常來香港,你放心 不難請 大家還很期待 古仔為電影演唱主題曲 不過看拍就沒有這個機會聽到 也說不會 廣東話還沒做 不會… 不敢… 看來有你 不是,還有很多選擇 大家冷靜一點,過來 另外,又有古仔火柏劉青雲 劉嘉玲、姜浩文等主演的科幻大片 嘉玲姐和青雲都說 拍攝的過程一點都不容易 對我來說,就是專用名詞 甚麼是深化科學 代替名詞 我根本無法入腦 還有那些部隊中的專用屬語 我覺得最難是 竟然有老闆會投資在這部電影 因為老實說,科幻片 大家經常都覺得是外國人會做的 近期在內地有很多科幻片 想不到我們香港也有一部科幻片 其實是一個… 我一程度來挺冒險 因為其實豬肉在前 很多荷里活的影片都很大製作 又怎樣又怎樣 但我們也有勇氣去做一部科幻片 現在出來的效果也… 我覺得挺好 而另一齣新戲 就是由吳君如主演 講述相見運動員 蘇華偉和媽媽的故事 君如這次更加擔任監製 她說笑話多得故事投資 剛才導演說我會幫人拍肩膀 先搭通天地 對,我說不用拍 我說古生財龍世大 會否說收手,不要太過分 不會…我們已經有默契 這幾年看到她的王國 真的很替她開心 所以我們已經有默契和信任 我也不會亂來 杜汶澤繼酒佬去台灣後 添食再拍酒佬去馬拉 這次更加是ViuTV 跟馬來西亞Astro聯合製作 這是阿澤健身影視展的發布會時 就偷腦最難忘的是 去了安全套廠參觀 安全套廠,很少有機會參觀到 都可以探為觀止 生產和身形非常龐大 生產和身形都很龐大 而且她的老闆也很好 她還示範給我看病套如何使用 是嗎 對 親身示範 親身示範 她想不想就放進嘴裡 她說有味道 說有泡泡金的味道 香口膠的味道 既然節目有阿澤 就當然會有美女 不過相比上一輯的台灣美女 阿澤似乎偏愛馬拉的美女 你問我,永遠每個地方都有不同 有特色的 唯一你可以說的是 我本身的國語不太行 以溝通來說 馬拉人就很容易溝通 因為她本身是說廣東話 說甚麼你就明白 你說甚麼他就明白 ViuTV新劇碳色橋 這日舉行發布會 主演兼監製林寶儀聯同周嘉儀 吳詠薇,維斯瓦等也有出席 寶儀表示 這次由籌備工作到開拍 也要參與,認真不容易 之前做演員不知道 別人找我就拍 但原來做幕後後 發現你要拍攝整部成品 要經過很長時間 很艱辛才能開機 開機後還要捱很多天 才有今天的成品 其實找演員也很開心 找到老中青也這麼有實力 這次劇組更加去到比利時取景 但可惜嘉儀就沒有份去 在角色來說 其實角色真的很想去一次比利時 看看她的角色叫Thomas 想看看Thomas在那裡的生活環境 這是我的角色很想 周嘉儀也很想去跟林寶儀拍攝 對… 但奈何卻沒有這個… 那就這樣吧 但她答應了會再聘請我們去 是嗎?林監製 也不是去比利時 下一部不是去比利時 下一部在日本 對… 是嗎 吳姑娘表示很可惜 沒有份去歐洲拍攝 但有潘燦良跟她演對手戲 也非常開心 聽監製說她沒有期 真的很可惜 跟她的戲份不夠 我拍了兩天的戲 但不夠 因為我覺得當我們遇到資深的演員 遇到資深的演員的時候 大家表演時表演得很舒服 那些叫做飆戲 是 不是說如何研究 在飆戲,已經有了東西 我一說那件事,她已經知道做甚麼 自然到已經可以拍攝 所以我很享受遇到這種演員 或者Bowie也是 大S除希緩早前受訪時 寫了一封給牧村託哉的信 說實話,其實她14歲開始 已經喜歡牧村 如果有機會 也很想跟對方一起喝酒聊天 之後大S就把這封信 上載到她的社交平台 誰知獲得牧村本人親自回覆 如果有機會也很想跟大S合作 今集時間差不多,再見 2,3,3 4,2,4 4,4,4,5,4,5 4,5,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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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5,6,7,7,8 4,5,6,7,8,7,8,6,2,7,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